本来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汇聚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确定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的措施 助力创业创新和民生改善 决定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 部署对部门和地方开展督查 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会议认为在交通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以竞争择优选择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 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并依据绩效评价给予合理回报 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 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 会议要求 一要简化审批保障项目用地 支持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基金 用好税收优惠 奖励资金 转移支付等手段 多挫并举 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项目的投资运营管理 二要鼓励项目运营主体 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优势 支持社保和保险资金参与项目 三要建立公共服务价格和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坚持补偿成本 优质优价 公平负担 保证社会资本和公众共同受益 四要完善制度 规范流程 加强质量监管 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与效率 会议指出 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促进提速降费 即可改善人民生活 又能降低创业创新成本 为互联网家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 培育发展新动能 会议确定 一是鼓励电信企业 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 实施宽带免费提速 使城市平均宽带接入速率 提升40%以上 降低资费水平 推出流量不清零 流量转赠等服务 二是推进光纤到户和宽带乡村工程 加快全光纤网络城市 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建设 今年新增1.4万个行政村通宽带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支持互联网国际出入口带宽扩容 用网络建设 带动今年各类投资上万亿元 三是推进电信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 年内宽带接入业务开放试点企业 增加到100家以上 四是完善电信普遍服务 加大财政支持 加快农村等基础薄弱区域 宽带设施升级改造 推动市政公共设施和社区等 向宽带建设通行提供便利 五是加强宽带接入服务和资费监管 保护消费者权益 打击虚假宣传 窃取用户流量等行为 让高速畅通 制优价廉的宽带网络 服务创业创新和多彩生活 卫生化金融改革创新 盘活存量资金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会议决定 新增5000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继续完善制度 简化程序 鼓励一次注册 自主分期发行 规范信息披露 支持证券化产品 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试点银行腾出的资金 要用在刀刃上 重点支持 棚改 水利 中西部铁路等领域建设 会议指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 推出的定向调控措施逐渐起效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城镇新增就业基本稳定 一些方面出现向好趋势 展现了巨大发展潜力 韧性和回旋余地 为使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政策 进一步见时效 推动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民生 会议决定 对部门和地方开展重点督察 坚决打通 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政策落实的 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推动重大项目 尽快开工 重大政策和改革 尽快落地 重大民生任务 尽快见效 通过抓点型 严问泽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